诺富特饭店在之前爆发了群聚感染 饭店在事后进行了大规模的消毒 还有清空计划 中央也宣布诺富特在未来 会作为专责的检疫旅馆 而且会分为两阶段重启 桃源市长郑文餐今天就证实 在上午9点的时候 诺富特二馆已经重新启用了 不过他就只能作为防疫旅馆 是不受一般住客的 而且还祭出了重规 就怕有人乱跑将会有24小时录影检看 清洁人员努力清洗诺富特饭店外墙 还有多名工作人员进出饭店大门 在爆发群聚感染事件后 诺富特二馆在22号上午重新启用 那今天我们都开工了 那今天上午都有客人满足了 今天这个诺富特二馆会重启 那华航的机组员会 以后会回到诺富特二馆进行 这个机组人员的这个隔离 诺富特造成防疫破口 事后饭店进行大规模消毒 一共有422人被送到机中检疫所隔离 华航诺富特饭店的400多位 这个工作人员二彩都是阴性 那么在5月14号已经解隔 诺富特饭店将会作为专责防疫旅馆 同时也祭出更严格的防疫规定 说了要求要确实掌握所有入住名单 更要24小时确认监视器画面 要防堵群聚感染事件再次上演 华日新闻杨姿怡张树民黄明轩 桃源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